美国由于俄罗斯压制人权和自由 而退出由俄罗斯参加的 支持公民社会组织的联合权力工作组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卢兰星期五说 美国做出这个决定 是因为俄罗斯政府最近限制公民社会 他说该工作组不再有效 卢兰说 华盛顿将继续同俄罗斯 就包括人权在内的各种问题进行合作 但将在出现分歧时 直接表明美国的立场 最近几个月来 莫斯科把俄罗斯一些从美国援助中 受益的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作为攻击对象 去年10月 俄罗斯驱逐了美国国际开发署 指责其干涉俄罗斯的政治事务 对此华盛顿予以强烈否认